小啊 趁收下期間 我們把2020年的手帳呢 補起來 你真的覺得可以每天寫手帳的人 必須被奮為毅力王這種痘述 沒有錯 因為像我就是 sometimes 或是偶爾會忘記補手帳的那種步驟 好 剛好呢趁這一次補習啊 來個補手帳請記錄吧 那我們也順便來介紹 我從朋友那邊收到兩款特色日理 如果用在手帳裡面的話 也是會很有風格的產品哦 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是Himekuri文房具 Himekuri曾經獲得2018年的日本文具大賞 那它這一款是和日本26間文具店合作的 每個月的圖案就是一些文具店的場景 或是內容 那它可以是日曆、桌曆 或者是當成貼紙和便利體來使用 我們先前在那個Pinkoi的文具控影片裡面 就有看過這一個可愛的小商品 其實我們也是在那一期來來回回晃蕩好幾次 因為它真的非常可愛 沒錯 不過那個時候啊 因為它每一個品項都實在太可愛了 我沒有辦法通過選擇 所以我就全部都認同放棄 這就是選擇狀愛這女子的難處 是的 但是呢 沒有想到 就這麼剛好 最近啊 我朋友就送了我這個禮物 然後剛好呢 就是我最喜歡的這一些品項裡面其中一個 好 還有這個小笨笨 我們來看一下它這裡面是幹嘛的喔 喔 喔 你打算自己 完全沒有辦法告訴你 喔不是 它這裡面呢 是介紹 那一個有和他們合作的文具店 它的一些特色還有它的位置 像是它的地圖 以及它的外觀 甚至他們還有幾張的活動 只不過呢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是沒有辦法到這些地方去的 不然我們現在就先掃一下那QR Code啊 看看那些文具店的照片和介紹 然後現在就可以開始安排你以後的出國行程 也是很美好的一件事 它第一排是長這樣子喔 2020年的12月28號到2021年的1月3號的這個第一個星期 好 我要開始開絲囉 喔就跟絲日粒一樣 大概有七八分之七的地方都有沾著膠 最下面的這一小塊它是沒有膠的 所以你可以很輕鬆這樣絲 好聽一下 是不是很舒爽 第一間書店出來囉 好可愛喔 它這些都可以當素材你看 全部都是素材啊 你看這邊是1月4號到10號 就是它們第一間書店 合作書店的樣子 以及它們裡面也有販售哪一些產品 很精緻欸 我不知道它們後面長得不一樣欸 我真的是很膚淺人 你真的很膚淺 你只看它第一頁 沒錯 但我就覺得很可愛 想說後面有長一樣嗎 No 很豐富 介紹完這個Kimenkoly之後 我們要來看的是第二本日曆 老派起來 是的 就是這一本 爆時光的2021老派的生活日曆 它是以1951年到1972年的台灣老爆圖像為主 那每個月會有不同的主題 像是摩登家庭啊 摩登女子 還有臭皮的孩童 趣味的藥品等等 那它整體的年代感啊 配色是蠻溫潤和諧的 還有附贈明信片 貼紙以及紅包帶 雖然說呢 已經有很多文具控好朋友 已經先開箱過了 但是呢 我們就來搶搭一波 最晚開箱熱潮 我其實這樣還蠻喜歡這種復古改的特色商品 你不覺得它其實非常時髦嗎 它這本呢 每一頁的圖樣都非常的特別 而且有很多元豐富 那它附贈的小禮物 也是 我們先來看它裡面附贈的紅包帶 雖然說我們已經過完年了 你也可以一直都擁有一個過年放假的心情 so great 但是裡面沒有現金 你自己包給自己嗎 裡面各放一個一百塊 這個隨時都有撿到錢的感覺 莫嬌我等一下 你為什麼撿到兩百塊 兩百塊 這樣是兩百塊 現在數很差 第二樣 我們就先拆開它的這個小附件 裡面有什麼 好 告訴大家我剛剛以為 真的是有手換 對 對 對 愛買首飾 我的天 是不是有它的手換 害我嗨了一下 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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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明信片 再來 是貼紙欸 可愛 這個就真的很復古 稍微給大家掃過一下 貼紙看起來很好用欸 而且有 在手帳上面 撿胖 我要吃 勸君莫回心 好矛盾喔 欸我要撿胖 但是我要吃 你不要回心 失敗 這是點重失敗 很可愛的 可愛耶 這樣很... 好像有日曆的味道 不知道為什麼這樣翻 不是 在這裡就覺得有日曆的味道 我本來想說我今年有一本那個 之前的 歷生活的月亮日曆就很棒 沒想到我在三月的時候 竟然又多了兩本日曆 我真的是 好幸福的孩子喔 來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 它一月的主視覺 是這樣子的顏色 直接翻了 它像一張紙啊 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元素 像是下面這個方格子 或是這個圖樣 它連這個數字 它每個都是可以當成我們 而且我覺得它其實跟那種 舊式的日曆真的有一種 那種感覺 對 就是你知道數字很大 然後一個主題 然後顏色單一 就是簡單這樣子 我覺得有那個feely 對 但還有時髦 我真的很想講時髦這兩字 so時髦 但是它那個紙質啊 就不會像之前我們歷生活開箱的那個一樣 那個就真的摸起來是日曆紙 這個不是 這是什麼 這是紙 對 這個比較厚一點點 想看什麼日子嗎 嗯 我覺得既然是五月的話 那我覺得要來看一下我五月三十怎麼樣 OK 我們就來看一下三十號 喔抱歉 你沒有單獨的日子 你是和它二九號一起的 它沒有一起大肆慶祝 你抱歉 我跟它太失望了 可是可以 你可以把這本丟掉 它沒有連中 就是從我殺 就只是因為它沒有三十號單日 那我們看一下十二月好了好不好 好 快到了我好緊張喔 十二月是紅色耶 超棒 很開心 十 你為什麼可以自己有一夜 你也能夠活到一百歲 那我們兩款日曆都介紹完畢 接下來進入到重頭戲 重頭戲 就是補我的手帳 喔 馬上問幾 哈哈 因為我才剛拍嗎 還記得我們之前曾經有展示過 這個是我二零一九年的工作手帳 我們這一次要來補齊的是我二零二零年的工作手帳 其實啊它這個前面 每個月啊我上班的日子這些 我都已經洗好了 就是它還沒有在旁邊用紙膠袋啊 會貼去做一些裝飾 那今天我就是想要趁著休假的時候 把它完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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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一年之初就是要有一個美好的開始 所以用了彩虹色的純寶 有一個少女望著這美麗的純寶 那這些花會呢就像是夢想一樣 在巷上飛揚 蒸蒸日上 這個二月份呢 是我這整個十二月裡面呢 最喜歡的一個拼貼 因為它非常典雅 它整個顏色就只有白色、綠色和粉色 那三月份呢 就是用Maluko手畫室的四季紅花枝膠袋 那這個故事呢是愛麗絲 那後面呢也會有類似的拼貼 不過呢我們以後會再拍支影片來帶你介紹 四月份呢是又沒有老大的花 還有這個去年我們已經出現過的少女 就是一個比較簡潔的風格 五月份呢我們就要來探討的是 雞生蛋還是蛋生劑的這個問題 好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上呢 有一隻腳雞 它就抱著一顆蛋 但是最後呢它孵出的是一個人 在一個五月三十號 對這天孵出了我 所以我們並沒有理論上的問題 沒錯 而且這個我呢還騎得非常多的坐騎 對 都是一堆手機 非常可愛 有一檔 我有一檔作戲 感謝大家 六月份呢一樣是 馬路口小畫師的作品 這個是小美人魚一目瞭然 這台七月份呢因為是歡樂月嘛 所以我想說需要佛祖的庇佑 就選擇了我們之前在佛系文具裡面 有出現過的佛祖們的小天子 你看到這邊它有四個佛像 他們都想做看戲 但是第一位呢你千萬不要誤會說 它是正面面對你的 因為它是四面佛 所以它四面都有頭 八月份呢我們就使用樂意的一卷紙膠袋 完成整個月份 看有很多柑橘類的水果 還有小花繪 到了九月份主題是睡美人 也是馬路口小畫師的童話作品 我發現它這個系列 蝴蝶用了很多欸 最近還有一些其他設計師 他們也會出蝴蝶的新品 每一筆是春天到來的感覺 對 十月份呢我們選擇的是一樣樂意的作品 然後搭配一個之前在文具控具會所換到的小少女 然後它這樣的感覺呢就很像是現場所有的花 都是它的攝影作品 到了十一月主角一樣是花 是喵老大的花繪作品 那旁邊呢我還搭配了一支 之前在紙膠袋展上面買到的十二星座小兔兔 它其實是十二星座之外的第十三隻兔子 最後一個月就是我的月 主角是Cinderella 這篇的故事是什麼呢 就是在我生日的前一天 終享了提醒我生日要到了 然後十號這一天佛祖來保佑我 結果十號之後呢你就掉了個鞋子 鞋子掉了沒有關係 2020最後呢我們就是以青鳥帶給我們一個幸福的機會 五六七八然後你一一下開動 前面不要跟我的 前面不要跟我的 這樣 好幾 五六七八 想 喔對我沒有一對不起 哈哈哈 講完好像忘記 天生立直 天生立直物自棄 天生立直為什麼要有自棄呢 天生立直為什麼要有自棄呢 你沒有買這首歌的版曲好不好 那遊戲王那個抽卡牌那個 這個 是這個 那個 數碼寶貝變成是什麼 那個 我怎麼唱 喔 那是怎樣再繼續 衝起來 這也有點難唱 對 這是最難唱 但是你剛剛前面那樣我就想到 有啊 你還不錯耶你 你還不錯耶你 終於補好我的2020年度手上了 覺得新的一年會更有動力當一個有毅力的少女 我覺得用手杖來記錄生活或者是工作啊 事件很療癒又很紓壓的事情 如果你沒有這種習慣的話 也歡迎來嘗試一下 有任何問題都歡迎在頻道或是IG留言給我們有 好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 來吧 來吧 來吧